针对教育部副部长张面群今天的谈话 指大游戏当局 于10月23日 已经向教育部申请调告学费的事宜 我想张副部长不需要大惊小怪 其实如果我们翻查 私立教育法律 阿克达555 里头很清楚的列明 所有的私立大专 他们可以每隔三年 针对这一个学费进行调整 也就是说法律上是允许这么做的 那么条件是必须每隔三年才能做一次 所以这一次大游戏当局 也是配合三年 三年前 今天三年以后 大游戏已经规划了 我们未来三年的营销的变动 发展计划 以及我们的经济通膨力等等 考虑了这些因素 所以我们跟其他的私立大专学府一样 每三年可以申请调告学费 即使调告 马华都会确保 大游戏是全国学费最低廉 教学数字一流的高等学府 第二个原因 大游戏没有把握 希望联盟能够在未来的三年 给予我们大游戏行政拨款 因此 大游戏必须的一先做好准备 尽早的采取应急的措施 这课题后来的发展 印证了行动党 果然大坎大游戏的行政拨款 从三千万令吉变零 因此 我们的担心 是有根据的 站在行动党的立场 张念群 当然希望大游戏 不会一先采取应急的措施 因为这就能够成全 林观音打压大游戏的目的 现在张念群 不仅成了欺骗华社 承认同考的骗子 更成为林观音 打压教育的帮凶 林观音和张念群 为了打压政敌 而硬要说 马华干预大游戏的学术自由 其实林观音和张念群 才是不折不扣的 栽桩家伙 在这里我要特别要强调 其实拉大学给教育部的信函当中 很清楚的残名 其中一个原因 为什么要调整学费 那么那就是教制员的薪金 必须调整 而且我们的通货膨胀力 再加上我们的行政开销 一直都在提升 这就是真正的原因 而且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做法 难道林观音张念群不知道吗 还是假装不懂